2024年全国两会落下帷幕 众多境外记者对此予以高度关注 来自坦桑尼亚的记者阿布巴卡尔表示 自己第一次报道两会 现场见证两会进程 亲身感受到中国发展 阿布巴卡尔表示 自己也体验过乘坐高铁 令人记忆犹新 对于今年两会 不少外国媒体记者 分享了自己的关注重点和感受 我很荣幸能做一个 就是中国故事里面的一部分 我希望我也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融入到里面我才能去了解 当地的人民 当地的大家是怎么生活的 希望以后不止是我跳高银 我觉得以后有什么舞蹈 有什么在国内很火的 我希望外国记者也都参与 它融入到中国社会里面的时候 它会去宣传真正的中国 我非常愉快 也认为经济增长 和国际政策 和国际政策 我真的认为 那些世界上的政策 应该从中国提供一个例子 不少外国记者感触良多 而这次中国行也帮助更多外媒记者 认识一个全新的中国 对于一些西方媒体的不实言论 他们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有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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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情况下 是因为我来自欧 而所有的知识 我们有关于中国 来自西方媒体的 媒体的内容 而它不永远是正确的 最终的东西 都没有提及 所以这因此 是很棒 在这里 看到我自己的眼睛 和听到我的眼睛 真正的真实 我愿意看到 在我的眼睛 中国的经济如何治愈 中国的经济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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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高兴 中国的经济媒体所说的 是正确的 掌握未来 他们表示 亲身感受到中国发展 希望把中国的发展经验 介绍给世界 我感到很高兴 中国的经济是正确的 美国的经济是正确的 美国的经济是正确的 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课程 如果是应用的 当然只需要用的 一些课程 我会很惨 你住在这里 但我没有 中国这十几年的变化 真的让人非常震撼 可以用震撼来表达 我是一名阿拉伯记者 能在中国和阿拉伯这个 黄金年代 能做一名记者 向阿拉伯世界去宣传中国 我真的非常荣幸